大家好,今天又介绍新东西 其实也不算新东西,因为已经出了一段时间 一直都这样吃 有些客人会问我,可以怎样吃 今天不妨介绍一下 之前,台湾少爷帮我在台湾 物色这款叫玛柚鱼酥 是什么来的呢? 一叮东西,其实是咸鱼的一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我们自己很少去街市买玛柚吃 原来我姐姐早两天在这里说 早两天在街市买一条冰鲜的玛柚鱼 回来蒸,但想不到那么滑,那么好吃,又少骨 因为吃玛柚鱼酥才会吃玛柚鱼 我们错失了很久的机会 而且吃的时候有深海鱼的味道 他会觉得性价比高 今天介绍这款用玛柚鱼做了的咸鱼 这个是台湾国 台湾已经熟了,而且帮我们做融 先拆出来 待会也会炒一样菜 好咸鱼的味道 好咸鱼的味道 好香啊 我会拿三分一出来 为什么呢 待会我会炒个 我刚才煮了个瑶柱粥 我会炒个 不是我炒,我姐姐炒个 豆豆 做个 做个送给我送粥 倒了三分一 其实也不止 三分一 我预备这个 用来炒四季豆 另外我自己想试一下味 要试给大家看一下 哇 哇 它咸香得来 还有鲜味 就这样吃已经好吃了 对 剪刀了 20元 20元 给你20元 好咸香 另外就是 它们很疯的 它们就这样打开之后 因为它们就这样打开之后 因为已经熟了 而且已经拆了骨 很方便 又不用蒸 冰箔拿出来 已经吃了 那它们呢 用碗热饭去拌饭吃 很疯的 那我今天就 稍后 会炒个 豆豆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用这个 麻油鱼酥炒豆豆 另外我用来送粥 就这样送粥都可以 因为我想有些蔬菜 所以炒到豆豆 另外就这样拌饭都可以 蒸肉饼 很多种用途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麻油鱼酥 稍后再炒我的菜给大家看一下 稍后见 好啊 果迷 刚才试完的麻油鱼酥 今天呢 现在就炒个菜给大家看一下 炒过豆豆 我一家送粥 蒜头起锅 豆豆切粒 你喜欢切什么营养都可以 没所谓 你自己喜欢 好香蒜头 放豆豆 好 这个菜是非常简单的菜 你看看这些麻油鱼酥 我刚才倒了出来 对 对 这里 拆了肉 你看 不是拆了肉 神經病 拆开了膠袋 之后呢 我就再 倒出来 这个够不够呢 看到他们呢 他们说吃得很好吃 好像拌饭吃 很热 不是这些烤鱼 不是一样 这个煎牛扒的海盐 哈哈哈哈 有点香草 哇 浸青菜大豆豆也很香 加上这个是不得了 这个 这个 好 狗黄 狗黄我刚才买来 今晚炒米饭想吃的 对 好想吃 这个呢 其实这个浸青菜已经吃得了 对 放下去了 哇 主角来了 主角来了 好 我又烹了个瑶柱竹 那大家跟开我Facebook就知道呢 我买了个炖中 炖鸡 炖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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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菜又有肉 你说是否咸鱼白菜都很好吃呢 简直将白粥昇华到极点 就这样吃 拌粥啊拌饭也很棒 其实可以炒很多菜 不止荷兰豆可以吃荷兰豆 你看一口一口 好像咸�蛋黄硬碎了一粒粒包在荷兰 在咸�蛋黄硬碎了一粒粒包在荷兰豆里 真的超棒 这样的顺畜 一流 如果老人家不吃爽脆的荷兰豆就炒軟 炒軟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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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炒软一点 再炒软一点 炒软一点 炒软一点 没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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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希望大家喜欢吃咸鱼 又不想蒸 又想吃野味 又想吃得干净 这个马有鱼酥 适合你了 又没有骨 方便简单又企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介绍的马有鱼酥 多谢了 拜拜